才18岁的高中生 到底为什么惨遭毒手 死者的姐姐透露 弟弟生前曾经写了 十三封的遗书 这当中的提到 如果不从的话 跟一道就会灵虐母亲 这个黑油道指的 到底是谁 现在似乎应该要查个明白 而另一方面 少年买东西时 曾经跟摊商提到 上大学之后终于可以离开了 是不是因为他很想脱离 这个零修团体 引起了其他成员的不满 才谎称吸毒事件来修理他 而最后更闹出了人命 监视器拍下 狠心的妈妈开着车子 把瘦到只剩55公斤的儿子 送到医院 昏迷的高中少年 不但全身布满瘀青 手脚还有捆绑痕迹 高中生的母亲向警方公称 儿子吸毒 但检警却咽不出毒物反应 该高中生的死因 那黄信夫人说辞反复 那我们就开始展开调查 占信高中生的姐姐表示 弟弟一共写了十三封遗书 其中提到如果不跟他们走 黑帮就要把爸妈抓去灵虐 只是少年口中的黑帮 指的到底是谁 根据高中生被拘禁的 墨园附近摊商表示 少年买东西时曾说过 他上大学后终于可以离开 难道就是少年遗书里 指的黑帮对他下毒手吗 这个孩子高中毕业也是会跑掉 我就把他限制在 云之圆明公墨园里面 死者姐姐表示 妈妈加入灵修团体后 整个人都变了 他怀疑母亲怕弟弟逃离 才会利用吸毒当借口 把他关起来 墨园里至少有六七十人 死者姐姐希望其他知情者 能出面声援 不要再有其他人受害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